你看啊 抓 從來沒有抓到過這些奧運冠軍 世界冠軍 他們基本不動他們 這個體制唯一留下的 他們不想把這些世界冠軍們 奧運冠軍們 給弄成像共產黨那麼腐敗的形象 他們所有的就是說 你們趕快成了錯誤 把錢退回來 那當時前幾年 李永波、徐氏祖宗 李永波、徐海鋒、周紀鴻 什麼這些 包括張榮芳、孫敬芳 有一個是提彩的都幹過的 那一直他都沒退了休 一直審計他 孫敬芳一直審計他 在網球中心 這幫孫的都是大把的貪污了錢 當然貪污的錢不像 那些孫子貪污了幾百個億幾萬億的 他們不是的幾千萬幾個億 那袁偉銘是因為蓋運動員宿舍 是吧 他肯定貪污了一些 完了孫敬芳這些屬於題材的時候 他肯定是弄了一些東西 那徐海鋒啊包括劉國良啊 包括這些王毅夫啊什麼這些人 他們就退錢回去 李永波啊退幾百萬回去 那劉國良就收運動員的多少去了 黃玉冰 黃玉冰 這些孫子都屁股底下全是屎 但是呢 中共實在是不能把這些人 最後再拉出來說他們生活腐敗 是吧貪污生慧 你媽的你的臉全沒了 但是這幫孫子全幹 這是真正的這種體制的惡 但是呢他們又會把你樹立起來 形象很好 把你樹立一個標兵 你得了冠軍了嘛 他們就告訴你 你刻苦訓練 你埋頭苦幹 過春節也不回家 對 就利用這些人來給老百姓洗腦 洗腦 給他們添金 吃苦耐勞精神 對其實都狗屁 他們什麼都幹 對吧 劉國良那七個平凡球隊的 弄人一個小女孩 對吧 在大連你去葉董會 你孔明董會什麼的 馮哲他們 劉國良記住了啊 你弄那個小女孩 這已經我講過不是一次了 你幹的這些爛事兒 你包括你們瞎弄啊 把人家 他們都互相鬥 是吧 把最後孔明董 成了黨子彈的 弄出來 是孔明董光在澳門賭博了 對吧 他跟這些王寶田 這些馮小長 弄一盹的 他們出去玩 出去弄女孩的事兒 不抱出來 把孔明董弄出來 對吧 最後一塊把這個這個 蔡振華給弄走 是吧 這些孫子 這些人 最後能互相鬥完的結果 一定不得好下場 對吧 你想想 他害了多少人呢 對吧 你以為那些女運動員 不受害嗎 多少被他們害的女運動員 有的是這個人 忍氣吞聲了 那有的他能玩嗎 對吧 你想這次彭帥 他就毅然決然 他也發生了 對吧 是吧 他也得出來讓他揭露你 是吧 這你以為就沒有別人了嗎 一個一個的都會站出來 別著急 是吧 從有你們這幫孫子 是吧 你幹過的事兒 人家總有出來的 總有出來 這把揭露你們的 那 那福明霞搖頭被抓 誰把他保出來之後 區列局當時黨委書記 李志堅 是吧 那當時田壯 這個陶庭 田壯抓他們的時候 我不是告訴你嗎 他的資料 陶庭一直都保留著 因為你陽性啊 他算興奮機啊 類似這東西 對吧 他縮了門 他曲影利亞鵬 一塊那一 都是全給抓了 但是一看他在 畢竟還給他點面子 讓他先離開了 那間屋子啊 這人家小孩也是 他腦袋也包 他不知道怎麼 怕人家沒放 曲影利亞鵬 他自己又回來了 你看你這個孫子 我讓你走了就走了 你還回來再看看 問問別人有病 留下他 一塊做尿錢 對吧 也都陽性 對吧 那最後是因為 畢竟奧運冠軍啊 馬上通知訓練局 最後李志堅把他保走 他就沒進號了 最後曲影啊 他也找了點人 也沒進房山的號了 就這李亞鵬沒人管呀 沒人管這孫子 最後他房山呢 弄了15天 踢光頭 突然在那走正步呢 在那 這都是啊 你都去查啊 不是我壞東西說 你都可以去問問這些啊 你問問淘婷問問天壯啊 那淘婷現在都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上 黨委的委員 對吧 都是四號人物啊 當年都是這些 他們老東城出來 運用財富管理財富 這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能說是 你所有擁有了 你就躺在這兒 那叫爆臉天物 你根本給了你沒有用 是吧 那麼我們從小想去掙錢 是幹什麼呢 給父母親有好的生活 給家庭 是吧 給老爸孩子 給未來創造一些 有利的條件 更高的這個這個 受教育程度啊 更好的生活條件啊 生活質量啊 那麼我們這個 最重要的是滅共 那麼滅共是要有實力的 最後因為我們有了這種 經濟基礎的話 那我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你剛才說什麼 你說因為我們去 一個一個去安這個 其實有啥好感動 這是為我們自己幹的 對吧 我們躺在這兒能幹嘛呢 你那個錢增長了 最後你買遊艇 買飛機 買了幹嘛呢 我不是告訴你嗎 我二多歲的時候 這個十幾歲的時候 家裡面對吧 給家裡買什麼 拉達 上海轎 天霸 福特 奔馳 寶馬 什麼都有 幹嘛呢 其實我買了 我自己 到現在為止 我都沒駕照 是吧 其實它根本不會為你帶來任何的 在精神上更高的這種層次 它沒有 它財富就是你一個過程當中 體現你的價值 我為什麼得這麼多 因為我踢球 因為我從小就倒煙賣衣服 是吧 我踢著球我還倒煙 回青島 對吧 15天我都能去賣衣服 對吧 這個我自己 17歲 我就從深圳 弄一服裝廠裡面 我忽悠四百多塊錢 叫它發到青島的衣服 對啊 我能進了深圳 這都是 就是我追求的過程當中 我自己去付出的東西 就像現在一樣 我們有了這麼好的基礎 我們這麼大的財富的時候 我當然要去為未來 讓更多的人因為我們 去認知共產黨的邪惡 我們讓更多的人 跟我們站在一起 我當時為什麼在國內說 我弄一直播 當然你再給我錢 我掙了錢 當然我要錢 是商業我就要錢 但是我也是通過這個直播的平台 我就說我開啟民智 你們可以看到 我郝海東除了沒有在中共 所有的媒體和平台上 就講過消滅中共是正義的需要 這一句話以外 其他的都是跟我講的 我所有都說了 對吧 因為我知道 當時也沒法說 也沒有這種平台 我只要一講了這個 那我就 人間消失 我肉體消失 我也幹不了什麼 是吧 那我只能忍忍著這句話 沒有說出來 但是我所有對體制的這種惡 所有對中共 所有對老百姓的洗腦 所有他們幹的事情 我是都很清楚的 我也知道 憑著他們的體制 沒有任何可以發展的 持續發展 我們的科技 人文文明 包括我們的體育 包括我們足球的這種 真正的能在亞洲 是吧 其實去羨慕歐洲 羨慕世界上 白人黑人什麼人都是一樣的 只是特點不同 大家各方面的土壤不一樣 系統不一樣 最後略有天賦不一樣 略有差異 但是沒有質量的區別 是吧 人種沒有質量的區別 說我練死了也跳不了三米 對吧 你隨隨練練跳五米 不可能的事 對吧 不管是白人黑人 黃種人亞裔 什麼都一樣 是吧 沒有質量的區別 但是在共產黨的統治裡面 他就給你分出來 三六九等了 他感覺你們為什麼不行 不是體制不行 對吧 是你人種不行 是你不刻苦 不團結 沒有同學糧追刺股 沒有什麼放下自我 是吧 沒有權勤投入 他都歸咎於某一個點 某一方面 他從來不說 這個社會體制 土壤裡面 環境造成了什麼 他一概 對吧 都是贏了 都是黨的 好 對吧 輸了全是你個體的 教練員不行 運動員不行 個別上升到 所謂的行業管理者都很少 那對於財富的認知都一樣 你不要以為 你說咱們再多的錢 你還進賭場賭一賭試試 是吧 一把就沒了 對吧 你別人開始死 你都賭不了賭場 對吧 那我一個朋友的 在澳大利亞 就專門開賭場 他有兩個人 我哥們的他認識的 外國人 他說我們都不賭 那倆就是有賭場 哥倆 因為這些東西 他都是以概率的 沒有說你能贏 而且他裡面 所有的設置 裡面都是你輸 他贏 只是誰輸誰贏而已 他70%贏 30%賠給你 對吧 他不怕你贏 就怕你不來 這都是所有的 對吧 在裡面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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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律 但是共產黨 他不會讓你知道 所以我們擁有的財富也一樣 我們擁有的財富 不是說最後躺平 最後好意無勞 最後大家 躺著所謂的 就去曬曬太陽 釣點魚 什麼弄點模特 是吧 在海上遊艇 弄一弄 對吧 扯淡的事兒 你有的你暈船上去 還吐呢 吐呢 對吧 菲菲 你看著好像 油停在那裡 你出去試試 對吧 一晃哇哇吐 對吧 你這些東西 你真正的 有這個想不了服務人 沒有遭不了的罪 對吧 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 應該都看清本質的時候 就是你擁有財富 管理財富 運營財富 好好的為真正的滅共和未來 大家做點事情 就像我們可以運用這些財富 對吧 我們在這兒慢慢的 讓更多的孩子們 是吧 接受我們從小的專業的指導 你像小葉的有毛球 對吧 我們踢足球 雖然我是亞洲第二 那我也是到了一定的高度 肯定教這些孩子們 包括到一定的高度的時候 我足夠 大家這不用吹牛逼 就是中國人要不妄自費薄 要不夜郎自大 他們從來沒有看清真正的行業 項目的本質 是吧 你做到一個行業的頂級 不管在哪個國家 你都是出類拔萃的 但是中共這些傻子們 給所有人的概念裡面 就是你考多少分 對吧 他們以一個機械的死機硬被流水線 產品的標準來衡量 好學生壞學生 對吧 所有數理化考100分的就是好 智商好 人好 所謂的對吧 有腦子 有文化 他們不知道什麼叫知識和見識 是吧 什麼叫水平和文憑 他們懂不了 所以這幫孫子最後全都是奴隸 全都是韭菜 全都是奴才 這就是中共為什麼還能70年統治的根本原因 對吧 就像我們這種人多了 他統治跟屁野的當官的就這樣 我20多歲的時候就這麼樣跟他們講話 對吧 他們知道完蛋都是我這樣的話 他還幹個屁野他們 對吧 早就這麼沒了共產黨 是吧 饭奔一點兒感想 謝謝 謝謝